商者无欲,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涉及地产、能源、零售、电视、港口、电力等行业,他通过长河、长江等公司,控制了无数的上市公司。 作用无数产业的李嘉诚,偏偏不去涉及制造业,目前他的大部分投资分布在民生根基建行业,因为这些行业细水长流,风险较小。 香港支付李光耀就曾经讽刺过李嘉诚,旗下没有一个畅销世界的产品,做的都是投机的生意,可谓一针见血。 其实,李嘉诚早期起家看的就是制造业,不过后来的爆发,却是靠房地产跟投资。 李嘉诚在22岁的时候就在香港开设了长江塑料厂。 早年开厂的时候,他试试清工,常常跟着工人加班加点干活,靠着辛勤的劳动,才积累起几千万的身家。 后来长江成为了香港最大的塑料厂。 李嘉诚还曾经当过香港塑料工业协会的主席,不过李嘉诚为何放弃了自己起家的塑料产业呢? 因为他曾经说过,勤劳赚不了钱,只能养家糊口,李嘉诚从穷小子变成如金华人首富,但靠起劳还真做不到,他说自己发酵最重要的还是靠运气。 当初的塑料厂可以说是最传统的制造产业,靠的也就是出卖工人的劳动力来赚钱。 李嘉诚在70年代逐渐放弃了塑料产业,开始大规模进军房地产。 1965年,香港爆发金融危机,不少房产公司关门破产。 李嘉诚民事操作,大量抄底购入地皮和旧楼。 当20世纪70年代初,李嘉诚已拥有楼宇面积630万平方英尺,出租物业35万平方英尺。 1971年,李嘉诚的长江失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,拿着融资,李嘉诚再度购入地皮和物业。 由于几间地价,楼价大幅上升,李嘉诚再次抄底成功。 1973年,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拖累全球经济,香港再次出现了房地产的暴跌,李嘉诚再次抄底并获得成功。 并以极低价格满入和季黄浮。 80年代,李嘉诚又捉住了世界的能源危机,32亿元收购了加拿大的赫斯基能源,如今市值就超过了300亿美元。 90年代,李嘉诚开始进军欧洲市场,抄底欧洲的电信产业,特别是Orange一站。 李嘉诚只是投入了几十亿元,最后卖出了1600多亿的价格。 2008年金融海啸后,欧洲经济陷入低迷。 从2011年开始,李嘉诚持续从亚洲市场的高点套现,转而超比欧洲。 而对于经济数据敏感的人都知道,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12年开始,结束了长期保持在9%以上的高速增长。 2012年当年,从2011年的9.5%降到了7.9%,而这几年则一直在7%以下徘徊。 从数据上看,李嘉诚几乎是在国内经济发展的最高点,开始封批从香港和大陆处理,然后投向了欧洲。 欧洲和美国的GDP在2009年Q11的快速下滑之后,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升,并从2013年开始,处于一个良性的增长阶段。 属下图所示以下红线至欧元区国家,蓝线为欧盟国家。 目前,李嘉诚正在捉住人生最后的一次机会,就是从高位的中国套现,然后超比经济低挖区的欧洲。 过去五年,李嘉诚出售了中国1500亿港元的房地产物业,把部分资金投资欧洲,光是在英国的总投资就近4000亿港元。 近年,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和欧元区各项经济数据屡创新高,欧盟委员会在2017秋季经济展报报告中将今年欧元区GDP增速预计上调到2.2%,欧洲经济增速现在已经开启了加速模式。 可以说,整个欧洲地区目前已经基本上走出了泥潭,朝着变好的方向在演进。 如今李嘉诚的两个儿子也继承了他的生意思路,低买高卖,这样的生意才是全球最赚钱的生意。 做这样的生意,就必须捉住全球的经济周期,进行反周期的操作。 其实中国也有一句老话,想富靠勤劳,中富靠德,大富靠命,命其实就是机遇。 能抓住机遇很大机会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